来临星期二就是大宝森节 本地的新都庙将采取严格的安全管理措施 只有完成疫苗接种的信徒才能进入庙内祈福 预计约有12000名新都教信徒将会前往登陆的 丹达乌塔帕尼新都庙参加大宝森节祈福活动 他们必须提前预约并且只能在指定的时段前去 庙宇一次只允许最多700人进入 妙方表示当天将有600名义工协助引导信中